他看着丑陋 其实本领高强 用途广泛 他行踪鬼秘 堪称植物界的藏匿高手 他生命力顽强 有人称他是植物中的小强 种一次可收益十年 神奇植物的财富故事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要跟您说一种很特别的植物 用它提炼的精粉 目前在市场上卖到了九万元一吨 还出口到了国外 这种植物的精粉之所以比较贵 是因为它有很多神奇的特点 比如说它非常的黏 简直就是天然的胶水 能黏到什么程度呢 来看看我们下面的实验 记者手中这一小团白色的物质 就是这种精粉 在对了水后的样子 摸起来的手感是又软又弹 事实证明还很黏 记者尝试用它来黏东西 效果会怎么样呢 用它把纸杯底部填满 纸杯能不能悬空黏在玻璃上呢 成功 纸杯底部面积大又平整 黏起来比较容易 要是换成纸杯侧面 受力面积变小 会不会也能悬空黏住玻璃呢 没问题 黏纸杯不算什么 一个纸杯超不过五克重 挑战个高难度的 这个三五斤重的铁盘 能不能黏得住呢 把它摊平在铁盘中间 但要是四个脚补充一些 就能成功 我要上啊 同志们 坚持 走你 有一位 甚至贡献出了自己的手机 粘了 粘了啊 手机也能成功黏在玻璃上 即使是开了震动 依然黏着没有掉下来 正是因为粘性强 并且是天然的 所以在我们常见的造纸 橡胶等很多行业 都大量需要它 这种神奇的精粉 做成的食物 也不简单 看我面前 这虾仁 腰花 毛肚 鱿鱼丝 这四盘菜没有一盘是荤菜 都是素食 而且是用一种植物来做成的 人们喜欢吃它 其中一个原因是 它横讨许多都市人的喜好 只要吃一点 就感觉很饱了 这就怪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秘密就是膨胀 这种精粉遇见水之后 膨胀的体积 要比很多我们常见的植物精粉 大得多 膨胀的有多厉害呢 我们的记者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把这种植物的精粉 添加合适的水 在还是液体状态的时候 放进去一根绳子 静置一段时间后 奇妙的一幕出现了 用这一根细细的绳子 竟然可以把整个烧杯拎起来 行家告诉我们 这种精粉遇到水 可以膨胀变大六十倍 所以就有了用细绳 提起烧杯的神奇景象 也正是看中了这种精粉 能够膨胀的本事 所以在石油开采的时候 也常用它来抑制井盘 因为用途广 需求量大 2018年 这种精粉的价格 涨到了九万元一吨 那这种神奇的精粉 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湖北省竹西县 是这种植物的原产地之一 并且这种植物就喜欢长在海拔较高的山林里 从出发到现在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 一直走在这样的盘山公路上 刚才师傅跟我说 它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 农户告诉我们的记者 要找的东西 就在这片林子里 看一看 拉一丸去呢 没有 不是 这也不是 这都是杂草啊 到底在哪 还真的不太好找 在我们的记者看来 这片林子里 只有杂草 枯树枝 枯树叶 要找的东西 在哪呢 看来 我们要找的这种植物 是个藏匿踪迹的高手 在记者眼中 几乎看不到它们存在的痕迹 就像自然界中的一些动物那样 善于用各种办法 来隐藏保护自己 而现在记者要找的这个植物 也是隐藏的高手 就还是找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难是不是 找着找都不难了 但是你们有经验 一找一个植儿是不是 我们还是挖管的 就找着找 种植户们常年和这种植物打交道 所以一般都是一找一个植儿 这不就在说话的时候 就找到了一个 这就有一个 原来这种神秘的植物 就是魔玉 魔玉生长在地下 但是记者之前 已经在这片田里来回寻找过 从地面上没看到任何凸起 踩上去也没有异样 可种植户这锄头一下去 还真挖起来一个魔玉 种植户到底是怎么判定 这里有魔玉的呢 种植户告诉记者 挖魔玉的关键 就是要找到魔玉留在地面上的 两个线索 这第一个线索 是洞 要看那个孔 哦 这个孔 好好粗啊 这个 这样的洞 记者在寻找时也曾经看到过 但是根本没想到 这是魔玉留下的线索 还以为是知了幼虫 在地下生活结束后留下的呢 知了的幼虫 从地下一出来 很快就会爬上树去 之后 地面上就会留下一个空空的洞 既然是魔玉留下的线索 那么这些洞是如何来的呢 魔玉丫子如果成熟了以后 就自动脱泥 晒干了就看不着了 就看那个孔 每年的四五月份 地下的魔玉会从金布 萌发出金杆 冒出地面 这就是养殖户口中的秧子 金杆长出叶片 叶片则发育成一个倒散状 和其他的植物很不一样 虽然夏季好辨认 但是这时候魔玉还在长个子 不是挖的时候 等到了秋冬季 魔玉长大了 才是挖魔玉的时候 可这时候天气变凉 魔玉的金杆开始枯萎 地上的金杆 和地下的魔玉会断开 地上的金杆枯萎了 很容易被山峰吹走 一般人就找不到 魔玉的准确位置了 可是种植户们有经验 虽然魔玉金杆枯萎 甚至被风吹走了 但是只要找到这个大洞 就行了 它脱离了以后 我们可能就地上部分 就找不到秧子了 是吧 是是 它成熟了以后就自动脱离 洞是魔玉留下的第一个线索 而第二个线索 就是魔玉的秧子 我给你找到一个 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魔玉的秧子 在挖魔玉时 有些魔玉的秧子并没有消失 只要分辨出枯萎的魔玉秧 那找魔玉就更简单了 但是魔玉长在地下 大小也不好判断呀 在采挖的时候 该预留多大的空间合适呢 既不会生着魔玉 也不会太累 这就要能精准地判断出魔玉的大小 该怎么来判断呢 这个大 这也不大 这也不大 就土多是吧 不大 这都是土 是不大 小小的末玉的消息 小的末玉的消息 羊子粗 地下的魔玉相对就大 当羊子枯萎消失 就依据地下洞的大小 来判断羊子的粗细 这个羊子好长呀 这有多长啊 这跟我人一边高 大概有一米五吧 一米五吗 那还比我低一点 是这样 它现在收缩了 收缩了是吧 像金杆这样细小的 一般种植户不会挖出来 因为这么小的魔玉不值钱 也没有收购商愿意要 太小的魔玉不能挖 主要是含有的蒲干巨糖太少 魔玉精粉之所以粘性强 膨胀厉害 主要就是蒲干巨糖在发挥作用 魔玉精粉价格的高低 也主要是看蒲干巨糖的含量多少 所以在挖魔玉的时候 要有挑选标准的 太小的魔玉不行 太大的也不行 两年左右的魔玉最合适 这时候的魔玉基本十二三厘米 金块中含有的蒲干巨糖最为丰富 这当商品预没有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 碗口大是吧 这是最标准的商品预 一斤之三斤的是出粉量最高的 真的大魔玉出粉量也不是很高 水分太重 魔玉越大 金块中的含水量就越多 蒲干巨糖就相对少了 其实这都不算最大 最大的魔玉可以长到一百斤 我们加工的魔玉的话 基本上能保持在这个程度 或者是更小一点都没关系 更让我们的记者惊奇的是 我们现在采挖的这块魔玉地 竟然已经挖了十五年了 并且在这十五年中 农户也从没有补种过 你十五年种了 现在还能挖出魔玉 这个魔玉真是挖不进 是挖是挖不进 魔玉的繁殖能力特别强 堪称植物界的小强 说起蟑螂小强 那是很有名了 一只成虫蟑螂 四五天就能产一枚卵鞘 一个卵鞘里 就能孵化出十五只左右的小蟑螂 所以蟑螂繁殖起来 那是很快就可以成群成堆的 而魔玉 这个植物界的小强 同样繁殖能力强大 这就是那个大的 就像小蝌蚪一样 小蝌蚪 就像小蝌蚪 如果是这个魔玉边 明年的话 它就这个尾巴就掉了 就长成一个小魔玉 这里就长成了一个魔玉 这里就是魔玉的 已经看到了 这个部分叫做魔玉的玉边 是在魔玉球经周边 新生长出来的 玉边就像是连接 大魔玉与小魔玉的臍带 用于输送营养 等小魔玉长大 可以自己从土壤中 吸收营养时 玉边就会逐渐断开 脱离开母玉后的小魔玉 又成为了新的个体 继续发育繁衍 这围都是玉边 它一个魔玉可以长78个 一个魔玉可以同时 繁衍出七八个小魔玉 魔玉这样的繁殖速度 意味着在土地的面积 和肥力足够的情况下 魔玉就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一个魔玉两年后变八个 第四年这八个魔玉 就会变出六十四个 它是你种了一年以后 它里面就不会掉准 挖得大的 它那个小的 你总是挖不干净 它这个整片都是 但是你下一年 不需要再补种 一片地里只要种了魔玉 并且不遇到 特别严重的病害 这一片地里 就会一直有魔玉 不仅繁殖能力强 魔玉的生命力也很强大 简直跟蚯蚓有的一拼 要说蚯蚓 那生命力是够强的 一条蚯蚓如果不幸被结成两段 死不了不说 还能一条变两条 厉害吧 魔玉的生命力跟蚯蚓相似 为了能让物种生存下去 魔玉有不少部位 都能在土里扎根 并且长成魔玉 像玉边 随便掰断扔回土中 就能够长出新的魔玉来 这还可以埋进去吧 来年它还会长是吧 是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吧 给它种好 就连魔玉的顶牙 掰断后扔回地里 一样能活 这个牙子去除之后的话 埋在土里面 第二年它还会再长 下面再长魔玉 魔玉强大的繁殖能力和生命力 给农户省了不少事 但是时间一久 种植户们发现了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就是 魔玉的后代会长得越来越乱 土豆和魔玉很像 也是生长在地下的植物 但是在收获时 土豆有迹可循 都是排排坐 马骑了在地里 等着机械去挖开就成了 魔玉就不一样了 它生长得杂乱无章 没有规律可循 所以农户们没法用机械来采挖 现在依然只能是人工一个个的挖 种植户们发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地里的魔玉会越长越小 它也长不太大 因为它的密度太大了 一片土地里第一次种魔玉 头一年种下去的魔玉长得最好 可是收获过几次 这魔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块地比如说就这么大的魔玉 我一块地种两千株 它就是两千株 它没有什么小的 那么你到了第二年 我把这两千株挖了以后 它周围会繁殖 一个魔玉上面会繁殖很多个 它会繁殖很多个后代 然后整地里面那个密度就很大 你本身一抹地只有两千株 它就很好 它可能能繁殖到上万株 它就长不大了 以前农户种魔玉主要是当菜吃 大小也不挑 想吃魔玉了 就去地里挖上一两个 回来加工就吃了 以前的魔玉 你随便挖一个 就是二三十斤的都有 没有专业的种 魔玉就是野生的这样 就是有时地里面 老是会跑出来一些 就是自己弄到做这个魔玉豆腐吃 可是现在产业化了 是要从魔玉里提取精粉的 小魔玉加工厂根本就不要 那么这田块里长出的这些小魔玉 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白白扔了吧 加工厂不要 种植户们就自己想办法 给小魔玉找了个更好的出路 小的也很好 现在有很多人发展魔玉 需要种日 我们就卖种日 2018年的收购价是美金3.3元 正常情况下 一亩地每年就能有3000斤左右的产量 这一亩地就能为种植户 带来8000多元的收益 因为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大 种魔玉的人越来越多 逐西县的农户就把小魔玉 作为种来卖 种日的价格是魔玉商品 是商品日的两倍 现在农户们的办法就是 新种的魔玉 前三年用来加工精粉 后三年地里的魔玉变小 就用来当种子基地 可是随着魔玉种植范围变广 一些从没有接触过魔玉的人 也有了跟魔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但是得到的往往都是 又麻又烧心的教训 传统的土方法在加工的时候的话 它会麻得这样 手上不是没有知觉了 因为它里面含有的一种生物碱 吃魔玉可是大有学问 可不是从地下一挖出来就能吃的 必须要经过特殊的处理 才能够食用 因为魔玉中的生物碱 长时间接触会让皮肤有麻木的感觉 如果是直接误食 魔玉中的生物碱会让人有灼热和痛痒的刺激 那滋味可不好受 竹西线有一道名菜 魔玉豆腐 就是用传统方法来处理掉魔玉中的生物碱 先要把魔玉抹成糊糊 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需要把石灰水跟魔玉糊糊搅拌均匀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这样就能够中和掉魔玉中的生物碱 这种传统的处理生物碱的办法 不仅耗时长 而且也不能彻底清除掉魔玉中的杂质 传统的耗时耗力 还很难清除杂质的处理办法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了 怎么办呢 这也没能拦住当地人 他们巧妙地找到了快速提取出高纯度精粉的办法 首先就是要把魔玉干进行超细粉碎 可是魔玉成了细碎的粉末 不管是蒲干聚糖也好 还是生物碱 不就都混在一起了吗 怎么才能把两种物质分开呢 它的重量不一样 我们这个机械它这个功能的话 它是可以把这个漂浮在空气中的这种粉尘 它直接吸取走 然后剩下的颗粒的话 它重量的话比它重 所以它就直接落下来了 所以的话这就是精粉 利用重力把杂质生物碱等和精粉分离 从这个大罐子中得到的 就是纯正的魔玉精粉 在逐溪大面积的山林里 非常适合种魔玉 魔玉生长在土里的浅处 树木的根系扎得更深 两者互不影响 现在我国的科研人员 还琢磨出了魔玉精粉的新功能 把精粉加进地膜里 可以让地膜得到有效降解 解决了一部分的白色污染 在竹西当地 魔玉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八万多亩 但是小编提示您 种植魔玉需要合适的气候地理条件 22到30摄氏度的气温 2000米左右的海拔 而且魔玉怕烙 所以适宜种在坡地 需要散射光 最好是能够在临下套种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场大雨 潘炉跳出池塘 藏匿在丛林深处 一路寻找 他们能找到失踪的潘炉吗 潘炉为什么要逃 没手没脚 他们依靠什么行走 科技院下期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